原创五战五胜 叙利亚境内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活动越演越烈,就在叙利亚政府决定坐下来与反政府领头人进行谈判的时候,叙利亚全境爆发了武装对抗极端示威活动,从此叙利亚政府内战正式爆发,叙利亚境内多个反政府武装自立山头,从此开始了现在长达七年的内战。 内战经过在起初,叙利亚政府打击反政府武装的时候,叙利亚政府军并不被动,但是随着美军通过打击极端组织的口号介入叙利亚境内内战后,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就开始了战力的爆发。 随后,叙利亚政府军处处受到制约,在15年的时候,叙利亚政府曾一度遭受到了灭亡的打击,叙政府开始向俄罗斯求助,俄罗斯开始介入,叙政府开始了反击,如今是越打越勇,掌握了叙境内70%的领土。 如今叙利亚政府对外一直表示着强硬态度,7月1号,德拉收复战打的是热火朝天,就在续军完成对坦夫镇包围的时候,英国公然对续军进行了一场精确打击,导致了续军多人死亡,而让人感到意外的就是,巴沙尔这次强硬的态度,让特朗普和英国都感到吃惊。 在大军事打击后,续军队直接开到了南部的阿坦夫地区,一处美英联和建设的一处军事基地外,对该基地进行了全方位的包围,导致了美军和英军在这军事基地内,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,面对巴沙尔一改常态的强硬态度,美国把这个锅甩到了普京的身上。 根据美媒报道称,阿萨德政府军,对我国再续的阿坦夫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包围,阿萨德的强硬举动,继承了普京一贯。